這主播記的人所在位置現在是在台北大安區文昌街25號 在我身旁的這棟老舊建築距離它的歷史大概有50年以上 那在昨天深夜大概10點半左右的時候 是無預警的這個二樓的樓地板直接坍塌 然後壓到這個棋樓 然後甚至搏擊到馬路上 那可以看到現在底下還有一輛機車是被卡在底下 旁邊全部都是這些磚瓦碎吏以及紅磚石 然後非常多細小的 非常多很細的鋼絲全部都盤根錯節在這邊 那可以看到縫隙中其實還是有一些那種樹木盤根在裡面 那是不是這些樹木影響到整個主體結構導致坍塌呢 那相關單位可能還要再進一步做釐清 而在昨天警銷貨報第一時間到場的時候就有先確認 其實屋內是沒有人居住所以沒有人員受傷或受困 那不過比較意外的是其實底下原本有停六輛摩托車 那都已經毀損那目前部分車主都已經遷走 那只有一輛現在還卡在陷落在這個瓦碎堆裡面 那昨天深夜大概11點12點的時候呢 北市的建管處以及這個建築師工會就有派專家來做一個初步的鑑定 那目前初步鑑定呢是這個屋主年久失修而導致這個發生這個二樓樓地板坍塌的意外 那後續呢也會對這個屋主做一個依照這個建築法做裁法 那主要呢沒有影響到這個其他鄰近兩邊的這個組結構 所以暫時對這兩邊的這個建築物呢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昨天根據鄰居的描述呢是在深夜大概10點多的時候就有聽到一個巨大的聲響 碰的一聲是瞬間這個二樓的這個樓地板整個塌陷 那也有感受到這個輕微的地震 還好是當時都沒有人車經過否則是不堪設想 那後續呢相關的單位也會再進一步的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評估跟報告 那以上呢就是記者人所在這個文昌街對你為你帶來的最新一個情況的了解 那以上交還給彭雷主播 我是戴立剛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呢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